微波爐 燈亮 运转 不加热 怎么回事 很简单 我来告诉你是什么原因 比如这个微波爐就有这种问题 品牌是个美的的 现在我们擦天试一下 放一点点水进去 选择微波功能 10秒 启动 你们听 也能听到里面的声音 里面的凳也是尿热的 好 你们看 这里面水还是冷的 一点都不热 电拔掉吧 不过刚刚听到里面遇到的声音有点大 像这个问题可能是里面的高压二级管坏了 或者磁控管坏掉了 所以我们直接把它拆开看看 打开过后里面就这样子的 像微波爐运转燈亮不加热 一般的就像这个磁控管 还有这个高压保险室 还有这个高压二级管 基本上这三个坏的最多 首先用万万秒来测试一下 这个保险室有没有损坏 保险室的一只脚 一根线是到这来的 还有个脚在这边 你们看 导通的 说明保险室是好的 再来参调一下 这个高压二级管 看看有没有积穿 一样的 幽王秒欧木朗的穿梁 一个表棒接外壳 一个表棒接这个脚 一个表棒接这个脚 你们听 再换一下 好 这个二级管肯定是坏掉了 已经击穿 再来看一下这个磁控管 线圈好的 看看对地组织 对地不导通 说明没有击穿 暂时看着没有问题 好 全部装好 这个问题大概也就知道了 有可能就是这个高压二级管 坏了 击穿了 导致这个微波炉不加热 直接把这个拆下来 这里有个螺丝 是把这个高压二级管给固定在上面的 二级管就这样子 好 我们这样外表来测量一下 刚刚测量的是这个坏掉了对吧 这个是好的 我们来测量一下这两个有什么区别 你们看 鸡串了 怎么测量都是导通的 再测量一下这个好的 看到吧 基本上没什么反应 好我们来换个二级管上去试一下 拧紧 就把这个插口插上去 磕子装好 插电 水放进去 一样的微波10秒 启动 好 现在这个声音听的就正常了 不像刚刚那个很沉闷 好 大家看一下 你们看 现在这上面 不好验了啊 看到没有 说明已经加热了 是吧 非常的正常 好了 说明这个微波炉就修好了 所以说微波炉 灯亮运转 不加热 一般的就是旁边的三个零件坏得多 第一个磁空管 第二个高压二级管 第三个高压保险室 你们学会了吗